好 來 鄉親有關南韓 雷泰銀相關的新聞 等著就繼續來報送 先把小孩帶回來的臺灣 來看災棄有很多所在都落大火 最主要是因為 內閣鳳台的外衛官僚跟東北桂峰 申請強迫的效應 起上局是占對到這十一的館市 來發佈到核有得報 今天是閩仔仔兩天 核會最大 尤其是北臺灣跟宜蘭 要檢控地財性的港湖 說要到白山 東北桂峰減比較弱 風雨才會稍微看比較平 如果白時 高溫的火兩度到三度 但是白後 又再到東北桂峰 北部東北部會又落後 中南部的山區也有藍山河 給我們的路港兩三度 說這個北部跟東北部 想要看到出日頭 要等到後禮拜囉 國旗里鳳湖中漂泳 是哪個風台外的管理 跟東北桂峰影響 北部東北部大火是落不散 在宜蘭地區 宜蘭的南澳山區 累積雨量已經有超過一千毫米 而在宜蘭的大同山區 也是有到九百毫米以上 高崎基七點半為止 你這個火龍頭一名就是宜蘭超過200米 第二名是台北京天宮 宜蘭超過六萬次發佈 會有提供 宜蘭是叫做要注意落大火 台北也要落大火 宜蘭超過表示說 暗時火會越來越大 北部東半部到恆春半島一帶 降雨仍然特別明顯 尤其是要特別提醒 東北部地區 北海岸 以及大臺北的山區 依然有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發生 但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到了四號 又有另外一波東美季風的增強 那這波東美季風 有沒有機會再帶來一些雨勢 或者是雨勢分布狀況 還需要再觀察 氣象局局的大台北 東北部會連路七天的雨 北部東北幾天還會比較早 北部的溫度會剩十九度 後禮拜還會出一頭 這很難說的 氣象局長在明天 在明天說 北邊的大陸本來應該只有高壓 不過現在 夾高壓排入整天 河上作用造成天氣 很難以赤 現在是門現象 不會出現過現象 所以說 北下禮拜 如果想出門的鄉親 要再稍微看看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從林掌握天下勢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